小朋友你好 我是故宫博物院宣传教育部的高熙 欢迎来到我要去故宫公益式品课 和我一起探索紫禁城六百年的奥米 今天我们要讲的这座宫殿 在紫禁城里地位非同一般 它看似普通 却在清代一跃成为权力中枢 是自雍正皇帝开始的八位皇帝的居所 它就是大名鼎鼎的养心殿 养心殿坐落在紫禁城内庭 位于前清宫以西 西六宫之南 养心殿建成于明代嘉靖十六年 也就是1537年 养心二字取自孟子养心莫善于寡欲之举 在于告诉帝王修身养性的最佳方法 是减少欲望 清代自雍正皇帝起 养心殿成为皇帝日常起居 处理政务和读书学习的场所 养心殿有正殿后殿 中间由穿堂相接 所以养心殿的整体平面就像个宫子 工人的宫 前殿院内有东西配殿 后殿两侧连接东西尔房 也就是体顺堂和宴席堂 外围还有南北贯通的东西围房 尊义门和养心门是出入养心殿的两重门户 进门处各有一座影壁 而两道大门之间则是一片相对空旷的广场 也算是这一区域难得的留白 整个养心殿区域 建筑布局紧凑合理 将皇帝的家国天下尽收其内 明清两代 皇帝的寝宫本来是前清宫 但是雍正皇帝之后 寝宫就改在了养心殿 小小的养心殿为何能够取代前清宫 成为清代帝王居住最久的宫殿呢 这与养心殿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息息相关 养心殿坐落在紫禁城西六宫的南面 虽然属于内庭范围 但又紧邻外巢 从前清门广场进入内右门 向北步行数十步就可以到达 同时养心殿也与内庭中枢 前清宫仅一阶之隔 从养心殿的外门尊义门出来 直接进入前清宫西侧围房的岳华门 就是前清宫的院落了 此外 军机处 内奏施处等重要机构 就位于养心殿南侧的高墙之下 与养心殿近在支持 军机处于雍正年间设立 之后一直是辅佐清代皇帝 治国安邦的核心机构 内奏施处 则有向皇帝承递文书 向下传宣御旨的职责 显然 皇帝住在养心殿里 方便与这些机构沟通 政务处理也更有效率 养心殿作为紫禁城的权力中心 其设计与陈设 都体现着它的核心地位 正殿民间 也就是大殿最中间的房间 十分宽敞气派 正中偏后 是一块略高于地表的方台 称为地平 地平上摆放着皇帝的宝座 宝座前设预案 宝座后有屏风 宝座两侧 则布置着掌扇 路端和垂恩相统各一对 屋顶正中是金色的盘龙藻景 与宝座及周围陈设 共同衬托出皇帝至高无上的身份与地位 平日里 皇帝就坐在民间的宝座上召监大臣 你知道吗 皇帝召监大臣也要翻牌子 按照雍正皇帝定下的制度 在京的王公大臣 根据所属衙门的不同 被排入不同的值班班次 奏施处会在他们当值那天的清晨 把写有其姓名 值贤等内容的绿头牌或红头牌 呈递给皇帝 这称为地牌 绿头牌是文武官员使用的 红头牌则是宗室王公专用 皇帝想要召见哪位官员 就从这些牌子中将其挑选出来 只有被皇帝翻了牌子 大臣这才可以入养心殿觐见 外省来京的官员若要觐见皇帝 也需要低牌子 因为牌子往往是在皇帝用早膳的时候 成立上去的 所以又被称为膳牌 养心殿民间为皇帝处理政务的地方 因此既要考虑通透性 也要兼顾私密性 于是养心门内的那座木影币 便是满足这种需求的巧妙设计 影币采用屏风门形式 可开可关 开启时让人豁然开朗 关闭时又给人一种庭院深深的感觉 影币门敞开的时候 皇帝坐在民间的宝座上向南望去 映入眼帘的是养心门外的一块玉币 这块玉币嵌入铜框之后 被安置在汉白玉石基座上十分醒目 养心殿区域的院落空间比较狭窄 如果没有这块玉币 皇帝一眼望去 首先看到的就是院墙 但有了这块玉币 改变了皇帝的视觉节奏 从而使空间并不显得局促 而且这块玉币还使得皇帝改面墙壁为面玉币 在警示皇帝自省治国的同时 也显出宫廷景观布置的风雅别致 韵味全然不同 正殿民间西侧 还有一处很特别的空间 即西暖阁的秦政亲贤室 室外爆煞用木制平板为起 与一般敞开的爆煞并不相同 这增加了秦政亲贤室的私密性 有利于皇帝安心政务 雍正皇帝秦政务时 凡是喜欢亲力亲为 秦政亲贤室就见证了他的日夜辛劳 他既在这召见军机大臣 也在这奋礼集书处理紧急军务 正所谓 唯以一人之天下 岂为天下奉一人 养心殿东暖阁 在清代后期地位非同一般 清晚期 皇帝登基时大都年幼 无法亲政 皇太后们得以进入养心殿 协助年幼的皇帝处理政务 同治光绪两朝 皇太后慈安慈禧 就曾经在养心殿东暖阁垂联听政 光绪七年 慈安太后突然去世后 慈禧太后一人在养心殿垂联听政 独揽朝纲 1912年1月 袁世凯向龙玉太后提出清帝退位的问题 2月12日 龙玉太后代表末代皇帝溥仪 在养心殿东暖阁签下了退位诏书 正式宣告清王朝灭亡 帝制结束 作为紫禁城全力忠书的养心殿 从此卸下了光环 皇帝除了在养心殿处理政务 还在这里布置了精妙别致的书房 清代皇帝虽是满人 但汉文化修养极高 养心殿西暖阁的烧尖 就是一个很小的书房 乾隆十一年 这儿改名为三西堂 按照乾隆皇帝撰写的三西堂记中 人兮贤 贤兮圣 圣兮天的说法 三西是指读书人 希望成为德才兼备的人 德才兼备的人 希望成为圣人 圣人 希望成为知天命的人 乾隆皇帝借以自免 希望自己能够不断进步 三西堂的名称 有暗合了收藏在这里的三件西式真品 即乾隆皇帝最心爱的三件书法绝品 王羲之的快雪石青帖 王羡之的中秋帖 和王群的柏远帖 乾隆皇帝对他们爱不释手 比如 本身仅有二十八字的快雪石青帖 竟然被他亲笔提拔七十三处之多 这一作品 也被乾隆皇帝称赞为千古妙记 雍正皇帝在养心殿 开创了一项文士活动 明窗开笔 明窗指的是养心殿东暖阁 这里曾经悬挂 明窗二字的匾额 意思是窗指通明 冬暖阁没有暴煞与木屏的遮挡 的确光线非常好 窗前明亮通达 乾隆年间 明窗开笔 越发具有仪式感 有一整套流程和专用物品极为讲究 每逢元旦 皇帝都会命人在明窗匾额下放一张桌子 桌上摆放盛满图酥酒的金欧用户杯 寓意江山用户 夜晚子时 皇帝亲手点燃玉竹 将刻有万年青或万年之字样的毛笔 在吉祥香香炉上熏过之后 用朱笔或墨笔写下吉祥词语 表达新年的美好愿望 好了 今天我们认识了养心殿 这里是八位帝王的居住李政之所 这里有书房 皇帝在此尽享闲暇宜情和汉末丹青之趣 这里有明窗 皇帝开笔 祝福国泰民安 不过 东暖阁的垂帘听政 未能挽救大清 中国的帝制最终在这里画上了句号 如果你还意犹未尽 不如抽时间去故宫实地探索一下吧 想了解更多养心殿的历史典故 还可以阅读我要去故宫之探秘养心殿 探秘六百年紫禁城 求知的脚步不停歇 想要知道更多故宫里有趣的人和事 探索紫禁城六百年奥秘 欢迎关注《我要去故宫》 这套由故宫博物院写给孩子们的书 快把故宫收藏在家 进兰祖国文明精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